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G大叔 今天就來到永和區的三多燒辣快餐 這是這間店正面的樣子 據說這間店在這裡是非常著名的店家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感覺好像是台式的港式燒辣店 可以看到現在台北市的天空下著雨啊 那就試試看 先拍一下下目標 如果是鴨腿飯的話是100 老闆你好,我要那個鴨腿飯外帶 1個嗎? 對,如果再加一份叉燒是多少錢? 加20塊 OK 那就絲瓜 絲瓜、豆干跟炒蛋好了 好,總共是120 OK 再來就回家試試看 好,好久沒有來這個鄉下人豬血湯了 就來外帶這個最精華的部分 老闆娘你好 那我就兩碗豬血湯外帶 謝謝 好,可以看到這個魚越下越大越下越大了 好,不能覺得這邊最精華的就是豬血湯 豬血湯超好吃 九九沒有吃會懷念耶 九九沒有吃會懷念耶 對 對對對,這樣就好 謝謝喔 好,謝謝 OK 阿姨掰掰 好,那這個就是三多燒啦 我現在吃吃看 感覺上應該是 CP值高的那種 不知道好不好吃 不知道好不好吃 哈哈 嗯 還可以 還可以 我個人認為他的這個調味就是 算是港式跟台式混血版 鴨腿好像算 比較小隻吧 感覺上比較小隻耶 哈哈 感覺上比較小隻耶 哈哈 嗯,沒幾下就結束了喔 算不肥不瘦剛剛好 會只是感覺好像分量比較小一點 好,可能比較適合 愛吃 應該比較適合愛吃台式便當的朋友 他比較偏台味喔 也OK啦 擺在這個,20塊叉燒肉 從畫面上就可以看出來 這個叉燒肉是偏瘦的 嗯 就跟我猜測差不多啦 就是CP值高的便當 但是就口味上 我覺得就還好 嗯 欸,絲瓜蠻好吃的喔 這個絲瓜炒得不錯 蠻新鮮的 這邊就算比較加分的部分 如果單燒辣的部分 加上飯的表現也是比較濕喔 好,不說配菜的話 我覺得他分數可能就只有 70分喔 味道偏淡 然後主餐的分量少了一點 但是他配菜是蠻多的啦 這是我個人的感覺 然後飯濕濕的 不是很好入口 是我個人覺得啦 這個絲瓜倒是蠻好吃的 好,那整體分數我就給75分 不好意思喔,是我個人的感覺 好,主餐吃完了怎麼辦 我們就來點這個 中國的黃飛鴻麻辣花生 實在是這個下酒配飯的好朋友 花生大又香 然後充滿了這個花椒跟辣椒 然後上次我母親吃過也覺得非常的讚 好,所以這個又下訂又訂了一批 這真的好吃 然後也不貴 香香麻麻,香香麻麻 吃完土泡泡 這個真的不錯 麻辣脆 好吃 瞬間讓這個便當真色了不少 嗯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買一個 上網買來配個飯 那我只是配個啤酒 這真的不錯 哦,花生大又香 花生大又香 嗯 單有這個的話 就配白飯就不寂寞 好啊 真的很有特色啊 嗯嗯嗯 好吃 好,再來還有好幾款 這個風吃海帶我吃過 酸酸辣辣的很過癮 後面兩個我沒吃過 全部夾 好,其實現在中國做很多零食也是相當好吃 好,先試試看這個魚豆腐 嗯 嗯 香香辣辣甜甜的啊 好吃 好,再來這個 辣豆干 好,90分90分 這麻辣花生是100分 好,再來這個我吃過 風吃海帶 酸酸辣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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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吃起來相當有特色 所以這個滿分 嗯嗯嗯 好,就這樣順便讓各位朋友了解一下這個 中國零食啊 真的也很好吃 而且這個 麻辣花生是很下飯的 然後那剛剛這個我就評論過了 那大陸零食可以參考看看 嗯 現在上網網購很方便 好吃 嗯 幸虧我還有點小菜 可以讓這便當真色不少 哈哈 好,再來是這個 鄉下人豬血湯 看這個豬血 有多麼的嫩 35塊而已啊 便宜又大碗 好,嫩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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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嫩 嗯 它湯頭就是有蒜菜還有韭菜 好,這個豬血湯我上次我記得我平是平100分 喔,真的很好吃 然後又不貴 又嫩又滑口 它量還蠻多的 有沒有看到啊 超嫩的 嗯 酸菜也好吃 上次M少吃也是占不絕口 好,女生這個 你那個來的時候補個血 吃這個不錯喔 嗯 真的很棒 我湯頭就算是今天喝起來比較清淡 真的很棒 好,非常的滑口 好,那三多燒辣的話我覺得就 就還好而已 但是它 份量蠻多吃的蠻飽的 好,那 中國的小零嘴的話 你就可以參考看看 好,口味眾多 然後也不貴 好吃的品項也不少 然後配酒下飯也不錯 好,最後是這個鄉下人豬血湯 有空的話買一碗來吃真的是很好 路邊攤了 超便宜喔 好,那今天就下著大雨 然後各位朋友出門要小心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台灣加油,台北加油,各位朋友加油 店家加油,我也加油 咱們下部影片見 祝各位朋友有愉快的一天 掰掰